17岁女孩辍学后 打算跟35岁的大叔结婚 他们第一次共处一室 女孩穿着精心准备的睡衣 但大叔却没有对他动手动脚 反而帮他穿好了衣服 大叔的绅士风度 让女孩更喜欢他了 在大叔向他求婚后 他却意外发现了大叔写给妻子的信 这才知道大叔在隐婚骗婚 女孩被气哭了 推散的大叔求问真相 无奈之下 大叔只好坦白一切 并说明自己和妻子早就没有感情了 迟早会离婚和女孩在一起 但女孩听不进去这种鬼话 她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因为她本想放弃学业 靠棒上富豪大叔走上汤庄大道 但如今她才明白自己被蒙在鼓里 连大叔的真心都看不清 女孩要求大叔和自己的父母坦白一切 并承诺一定会娶自己为妻 但是两分钟后 女孩只看到大叔驾车离开了 没有再回头找他父母承认错误 就这样一拍两散 女孩的眼睛扑散着泪光 她对这段爱情死心了 神奇的是 大叔的家里女孩家只有两条街的距离 亲戚串门都没这么方便 女孩找到了大叔的家门口 看见了大叔的妻子 正带着儿子出门 虽然女孩没有说明来意和身份 但大叔的妻子一眼就识破了她 因为妻子见过太多被骗的女孩了 妻子问她有没有怀孕 因为曾经也有无知少女 陷入大叔的圈套中 幸好女孩还不算太惨 只是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中 和父母说清楚了 自己被已婚男人骗婚 女孩对父母曾经的盲目支持 感到愤怒 因为他们不曾提醒和保护女孩 女孩辍学的决定 固然不只是父母的错 他也有责任为自己前途着想 只是太贪恋大叔给的荣华富贵 看似知书达理风度翩翩的大叔 不仅出入上流的高级场所 还能和女孩谈天说地不亦乐乎 大叔声称可以给女孩很多捷径走 但他现在才看清楚那些都是浮华的假象 其实也不算为时太晚 因为女孩还有机会可以复读 考上她的梦校牛津大学 曾经女孩就是一名学霸 为考上牛津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准备 女孩默默忍受着学业的压力和枯燥 她的兴趣也一直不被父母理解 因为音乐对于升学没有帮助 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家中 女孩要想改变命运 就得学好拉丁语并考上牛津 她想象着上大学后的生活 可以看电影光画展 尽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将是豁然开朗的未来 不过女孩可爱的外表 让她收获了暗恋 这个喜欢她的男孩 和她一同在音乐团里 在彩排时经常偷偷描她 女孩也心领神会 不过却并没有动心 因为她要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学业上 然而改变她人生的转机来了 如果没有那场大雨 也不会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女孩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 没有雨伞的她显得孤立无援 不过让女孩心动的是 大叔关心她手上的大提琴 心疼大雨淋湿了乐器 这样的搭讪方式倒是新奇 女孩不被父母理解的兴趣 也成为了他们开启话题的谈资 女孩被逗笑了 不过她让大提琴上了车 但自己却仍然在雨中行走 大叔开着车跟她一步一驱 直到女孩说出 大叔欣然答应了 女孩第一次坐在豪车里 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 眼前的大叔妙语连篇 逗得他笑声连连 女孩忍不住敞开心扉 和见多识广的大叔 说了很多知心话 他不同于暗恋自己的男孩 显得那么稚嫩青涩 只会傻傻地偷看自己 不过女孩仍然给了男孩机会 让他来自己家喝下午茶 女孩的父母款待了他 男孩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在提及理想的大学时 男孩心里也没有定数 女孩对没有主见的男孩没有期待 包括父母也更赏识有报复的人 很显然男孩弄砸了这场下午茶 适得其反了 女孩的心早就飘到了大叔那里 大叔也抓住时机献殷勤 将一篮鲜花摆在了女孩家门口 没有女孩能拒绝这样的浪漫 在放学后 他甚至当着同学们的面 向大叔走去 哪怕同学们面露怀疑 也抵挡不住女孩和大叔聊的欢 随后大叔就向女孩发出了邀约 一场有朋友在的音乐会 可以避免孤男寡女的尴尬 而且完全尊重女孩的意愿 女孩当然乖乖上钩了 毫无疑问 女孩将这件事告诉父亲时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哪里来的坏男人 想这样就把自家女儿拐跑了 然而父亲却被打脸了 一见到大叔进屋 父亲的态度就翻转了 搞定了女孩的父亲 大叔就能顺理成章地和女孩约会了 他们的感情日益升温 见到大叔的朋友也是非富即贵的 女孩更是心神痴亡 忍不住伸出手摸一摸皮草 在奢华的餐厅中享受夜宴 女孩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快乐 她跟大叔的朋友聊起了艺术 相见甚欢一见如故 借此机缘 女孩也跟随他们来到了拍卖会上 能够为心爱的真迹一次次举手竞价 女孩的内心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 从此以后 大叔带着女孩更广阔地见识了各种地方 还要让他提前去梦想牛津逛逛 然而女孩早就把牛津抛到九霄云外了 她的成绩一落千丈 自然是因为忙于玩乐无心学习 父亲得知女孩的成绩下滑 忧心忡忡 而且资助女孩补习的费用 也价格不菲 更何况父亲让女孩烤牛津 也是为了让他找个好律师嫁 这本质上还是把改变命运 寄托在婚姻上 果不其然 大叔的超能力 才是父亲看中的 女孩都没能说动父亲 大叔却能和父亲谈笑风生 让他带女孩去牛津过周末 将女儿交到一个男人的手里 这得有多大的信任 不过大叔的确有这个能耐 女孩经由大叔的朋友打扮 变得成熟精致许多 但是在牛津大学里 女孩却看到女学生们冒不出众 那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自己 大叔会因生意繁忙 让女孩和朋友去玩 只是总有些蹊跷 让女孩摸不着头脑 他怀疑大叔在偷盗 但大叔却哄他 他只是不希望好东西被埋没吧 并且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工作 但聪慧如大叔 也明白自己对女孩的吸引力在哪 女孩完全可以回学校 女孩显然不肯放弃这些享受 只是闹了会儿别扭 就继续跟着大叔走了 大叔带女孩去牛津的交差 显然让他的父母很满意 但暗恋他的男孩就不那么好过了 他得到女孩母亲的邀请来过生日 当生日蛋糕端上桌 一阵手忙脚乱后 父亲和男孩进步约而同的 拿出了同样的拉丁语词典给女孩 看着两份一样的生日礼物 女孩感到些许无语 随后大叔的礼物才令人惊喜 他不仅精心准备了给女孩母亲的花 还大手笔地送给了女孩很多礼盒 男孩的面子实在挂不住 匆忙就要离开 但女孩也无心顾忌他 只沉浸在大叔送的礼物中 大叔更是得寸进尺 想带女孩去巴黎度假 虽然有些难办 但巧舌如簧的他 还是说服了女孩的父亲 女孩和大叔在巴黎度过了难忘的夜晚 他们在塞纳河畔 看着落日余晖 享受着美酒 回到学校后 女孩甚至将一瓶香奈儿香水 送给了老师 不过一直盯着他学习的老师 并没有欣然收下 在女孩心缘一马的时候 是老师每每提醒他回归学业 但女孩不听 白白浪费自己的聪慧和天资 老师不忍心让女孩走下坡路 他应该发挥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选择走一条捷径 可是见识过奢华的女孩 又怎么可能在朴素低调 他见过那些长满痘痘 戴着眼睛的牛津女学生 也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 由摄入解男 女孩现在已经完全陷入大叔的圈套中了 她迷失在宴会的灯红酒绿里 还满心欢喜 全然不知大叔已把她套牢 突如其来的求婚 让女孩又惊又喜 但这对于一个不应事事的女孩来说 实在需要好好消化 因为结婚就意味着投身家庭 这和学业是两条路径 不过父母貌似并不反对 因为大叔已经和他们相处得很好 没过多久 女孩就在教室里上课时 展露了她的订婚戒指 看到这一幕的老师 神色复杂 女孩被请到校长室喝茶 校长认为这样的决定过于仓促且荒唐 开始劝学 女孩反驳她 即使有学位也做不成什么大事 与其念书辛苦又无曲 她更愿意和大叔结婚 这些反驳让校长哑口无言 既然她选择了享受生活 那就由她去吧 迟早会后悔 果不其然 女孩义无反顾地奔向爱情 却全都是泡沫 大叔不仅已经结婚了 还隐婚添婚 父亲也为自己草率感到抱歉 自己亲眼见过的女婿 竟然是这么个坏东西 于是女孩又找到了校长 表示自己想要复读一年 再努力考上牛津 但校长并不买账 让她到一边做梦去 女孩只好去找老师求情 老师不计前嫌接纳了她 来到老师的家中 她看到有丰富的书和明信片 朴实无华却颇为富足 老师坐在钢琴前 显得那么知足 女孩明白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重拾梦想 开始刻苦学习 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考上了牛津 如愿以偿的女孩骑着单车 开始了大学生活 这一次是她亲手努力得来的 没有通过别人给的捷径 那些浮华永远比不上默默付出 女孩在收到男孩的邀约去巴黎后 也欣然答应 哪怕她已经去过 我只是在巴黎去看见到巴黎 像是我从来没有去